這個中國的MeToo運動的話呢 尤其是在這種性侵犯類的案件當中的話 遇到的瓶頸非常的多 困難也很多 首先有一個呢 就有這個社會環境非常差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受害人很容易會被污名化 網絡上、輿論上的媒體一面倒的 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首先要從受害婦女的這個角度上來去看 她自身有沒有做出一些這個行為不減的行為呀 比如說你裙子有沒有穿太短呢 有過分暴露啊 你是否自身有做這個檢視啊等等啊 那社會環境差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受害人、當事人的這個心理壓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她有很大的機會會被反告 就比如說之前的這個嫌子 是有租金案的時候的話呢 最終這個結果就是因為證據不足她敗訴了 但是她反而會被誤告說自己侵犯了對方的名譽權 尤其在這樣的一個這個社會資源完全都不對等的這種狀況下的話呢 她會更容易面臨到這種情況 那當然了就是一方面呢還有一個在司法期間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說當事人是非常難以站出來的 她即便是選擇站了出來之後 然後跑到這個比如說我們說事隔兩天三天 甚至是更久的時間之後才想起去報案的話 那這個檢察院呢包括這個公安機關的話呢 她立案起來就會相對比較難 那即便是立案成功了之後 然後受害人要取證的話也會比較困難 因為像這種類型的案件呢 一般都發生在比較私密的環境當中 那受害人一般很難去舉證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經過長久的時間已經滅屍了 那這種狀況下的話呢 就會比較難於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 來去維護她原本的合法的權益